為什麼每次看完剪我的臉都變超黑 妳要不要露臉 我不要 看一下有多黑 妳這要小心 妳手機 妳手機 嗨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我好像廣播電台 哈囉 莫妮卡 她也叫Ruby 哈囉Ruby 大家進來 我們就要開始 事不宜遲 就開始介紹我們身上的新品 妳穿這個是格紋的那個 就是連身褲 很可愛蠻可愛的 很像裙子 蠻可愛的 因為她是做得很寬鬆的 妳這個很好笑 等一下不要妨 怎麼辦 就完蛋了 有人一進來就先開始點餐 嗨 今天我們要送的禮物 是 耳針轉換器 兩位 只要分享加留言 就可以送 就可以抽到耳針轉換器 這裡有人買耳針轉換器嗎 因為賣得很好欸 好像沒有耳洞的女孩 還是蠻多的 我靠她竟然會過破欸 還是我把它調亮 快一點 這樣子 還是大家想看實力 好啊 等一下 在哪裡啊 有人想看妳這個背面 好 我等一下 給大家看 我看一下我這個會露出內衣嗎 會 會就是一道 有嗎妳看一下 就是妳的那一道 就黑色那一道 就黑色那一道 好 嗨 好我們差不多了 那我們直接開始好了 嗯 那我先 我真的比較快 這件就是雅筑常常穿的那個 耳高彎臉色褲 黑色的那個 雅筑穿黑色 她有穿過 有她有穿過 她是配有找外套 對對對 然後配一個墨鏡的那個 喔對對對 喔在地上的那個 草地上的那個 對 然後我現在是選戒黃色 因為我覺得 就是 也沒有怎麼 也沒有怎樣啊 因為我覺得好像搭 那個草帽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我今年超喜歡黃色跟綠色 對 夏天就要黃色 而且也是這種黃 有點 秋天的 就是那種戒黃 而且我感覺我秋天還是 就繼續喜歡這兩個顏色 因為我今天在寫定大概都 也都是下這兩個顏色 然後好像要深佐一下 好 就是 我穿的話 它是有一點 就是算寬鬆 算蠻寬鬆 算蠻寬鬆 它其實有點 它其實有點像裙子的感覺 對 因為它是做寬褲 但是它卻 就是有裙子的效果 對 其實我這樣合起來 這樣其實看起來像 像連身裙子 對 但是它是其實褲子 所以走路還蠻方便 它是這樣靠進去 對 它是從下面這樣靠上來 然後後面的綁帶 這樣 然後有 它有口袋喔 我現在大概是到腳踝 就是有點九分 九分褲的感覺 嗯 然後穿起來真的很 蠻舒服欸 很舒服 就是可以去吃吃到飽了 我覺得 就是 就是很舒服 而且這邊完全都沒有受拘束 那你轉個背面 背面 大家最想看的背面 這個背面應該要配 就是那個Flurry 就是那個花的那個Bratty 它這邊就會露那個花的蕾絲 對 或是你自己有Bratty 是蕾絲的 就會蠻漂亮 那其實我覺得像這樣 直接肩帶也還好 是素面的也還好 因為它這邊 對 因為它這邊有蝴蝶結 所以會擋住一點 它後面是有兩個蝴蝶結 建議大家是可以 我覺得蝴蝶結好像 不用拆 就應該可以脫下來 對 我要想直接 對 我覺得 我等一下試試看好了 如果身邊沒有人幫你綁的時候 可以先綁好再穿 因為它蠻寬鬆 所以應該是可以直接穿的 而且我覺得 因為剛剛可雨幫我綁 其實好像你綁緊還是綁鬆 是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的 對 因為它只是造型 它綁緊綁鬆不會影響到整件的寬鬆 所以如果你怕你套不上去 你就綁鬆一點 因為其實沒有差 對 就是一個蝴蝶結造型 然後這邊有鬆緊帶 這樣子 對 腰部的地方 所以應該不會有穿不進去的問題 喔 對耶 如果是上廁所的話 這是free size嗎 不知道耶 你看一下吊牌怎樣 欸 這有分尺寸 我覺得平常S跟M的人都買S 應該就可以了 對 因為它真的蠻寬鬆的 蠻寬鬆的 又有鬆緊帶在腰部 就是很 蠻可愛的 好 它有三個顏色 有黃色 粉色跟黑色 粉色我覺得蠻可愛的 粉色就是比較雅結的感覺 對 很甜 對 我可能比較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選黃色 可餘 穿 橘色 可以去拿了 比一下粉色喔 我去拿 欸 好 你先介紹一下 我去比一下粉色你的身褲 因為剛剛有人說想要看橘色 我就拿來 我應該不會再穿一次 如果想要看可以去翻那個 Ormai Mini唇膏試色那天 我是穿這個 橘色的 然後我今天是穿紫色的 會穿兩次的意思 大家應該懂吧 就是很愛 就妳的 不是 不是我的 這是雅雅的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的格紋很韓系 橘色的是 有橘藍卡粉 它這邊有淡淡的粉紅色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 看到 就是很韓國欸 這個配色 也是拼色的設計 然後我的是紫色上面有 紫粉黃 深紫 就是它有很多這個顏色的 它的線是黃色的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一個肩帶 讓妳很可愛 然後又會露出鎖骨 因為穿這個的時候真的會有鎖骨 蠻瘦的吧 好 妳要先講 我先擦骨 我等一下就去換 有人想看那個粉色的比較 但它其實也不是粉欸 它其實是 有一點偏 卡 橘 這要怎麼 性 咖啡色 這其實要深一點的粉 灰粉 灰粉 暗粉 嗯 暗粉 咖啡之類 所以其實不會 太甜美 我剛剛是想說 會不會是那種 pick pink 它不是公主的那種 對 它不是這種 它是有點暗粉色 需要把色票嗎 呵呵呵 好 紅色大概這樣 螢幕看起來好像 就是沒有那麼顯色 對 有人想看粉紅色 我就大概比一下 然後黃色 黃色蠻亮眼的 然後粉紅色 好 那我去換下一套 然後剛剛有人問 它這個肩帶是不是固定式的 它是可以拆開 就是調整的 你要幫我拆開綁嗎 重綁 它是可以拆掉 就是根據你自己的肩 就是這邊是可以拆掉的 就是可以 有鬆 可以調鬆緊 所以不怕它說一直掉下來 就你們可以綁 綁緊到一個程度 然後綁一個簡單的蝴蝶結 就可以了 OK 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紫色稍微比較 個性一點的感覺 然後這個比較 小女生一點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比起是黃色 我覺得它有點像橘色 比較像橘色 就是那種柳丁 柳丁的那種顏色 偏橘色 然後褲子其實也是這裡拜得 是PS系列的高腰刷 喔 是不是施產傳的那件 對 就是它 我覺得它就是很簡單的 一個牛仔褲 但是它蠻束肉的 就是會把你的肚子的肉 不會這樣子出出來 收起來 它會把它束出來 然後刷破也不會太 誇張 算是有一點 乖寶寶的刷破 對不對 很簡單的刷破 就是微刷 就是不會到很破的那一件 應該算是一個很基本的一件 對 然後褲長不會太短 就是不會太短 然後褲管 微鬆又不會太鬆 你看就是感覺有一點縫隙 會顯腿比較細 可是又不會到之前那個 味道很濃 味道很濃 那一件那麼寬 就是留一點點縫隙 感覺就比較顯瘦 然後褲長就是也沒有短到這裡 它有遮住最胖的那一個 馬鞍肉 對 光網上架嗎 都上架了 都上架了 看一下大家說什麼 啊然後很多人 因為我IG有PO 就很多人問我這一件的長度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扎進去 它其實不算長 它就是算 沒有到短板 就是一般正常的那個長 但是也是可以配 如果下身是高腰的話 一定是塞的進去 我直接拉出來好了 可扎 好像也可以綁結 它拉出來就是這樣 不算短 剛好超過 剛好到拉鍊了一半 剛剛有人問說 紫色會顯老嗎 顯老 就我現在老嗎 好像還好 我覺得橘色比較顯年輕啦 但紫沒有到 沒有到顯老 IU的歌 對啊 皮膚偏黃可以穿紫色嗎 我穿這個有顯黃 我顯白 真的嗎 Ruby說顯白 滿顯白的 而且這件我記得滿便宜 就是比想像中便宜 而且它是包扣的 包扣 扣子是包扣的 就是扣 扣子也有那個 顯胖嗎 就說褲子還是上衣啊 有人問寬褲穿了沒 還沒 現在Peggy來了 想看長腿褲比較 欸你們有拿另外一件綁帶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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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拿 那我去拿好了 我現在穿的是這週上架的褲子 但是其實好像這款 呃今天有 其實我們寬褲這兩個禮拜都賣得很好很好 然後大家應該有買上禮拜的 幾乎人手一屆上禮拜的寬褲嘛 上禮拜寬褲應該是綿麻的材質 比較挺一點 對 它的 這隻的話是雪紡的 面料 它是比較垂綴感的 滑滑的那一件 對 比較 我拿這個包我想說 這樣搭 可是你帶包包包 對 還是我帶包包包 我就先用手拿 你有穿過上禮拜的寬褲嗎 有啊 我有穿過 但是這個超 我穿是 太長了 就是跟大家比較一下這兩件 我覺得 呃上禮拜的那一件比較適合 高個 158以上 這一件是 因為我有看了褲長 大概 那一隻褲長好像是103 我說以S號來說 這個好像98 所以大概差了5公分左右 大家可以就是稍微衡量一下自己的身高 對稍微想要 如果你想要落地褲的話 那就是上禮拜的 然後如果喜歡綿麻的話 那就是上禮拜的 那這禮拜的話 它這就是雪紡 比較舒適 比較舒適一點點 也比較涼 對 比較涼 然後也比較 好像比較可以當作 可能小正式的上班族去穿搭的感覺 對 我覺得是可以正式也可以休息 對 而且你會一直 你穿上就不想脫下來 真的蠻舒服的 因為它很舒服 因為上禮拜的是比較硬挺的材質 然後是特別開拉鍊的 當然拉鍊的一定沒有鬆緊帶舒 對 然後這個鬆緊帶就比較舒服 對 然後它只要觸碰到腿的地方都超滑 這個一直掉下來 然後那天小陽直播的時候穿 有人說這很適合當搭飛機的時候穿的 喔搭飛機穿搭好像不錯耶 長途飛機的時候穿這種最複型 真的沒有 這個應該是比睡褲等級 再來就是 怎麼講 就是 好看的睡褲 好看 也不知道睡褲 沒有舒適程度是睡褲 可是好看程度是真的很好看 可以外出的 然後我現在穿墨綠色 其實我剛剛覺得橘咖也蠻好看 這橘咖好像 其實這些三個顏色都可以搭到秋天 就是 就是剛好都是深色 大地色系的感覺 所以我上半身就是搭白色 最簡單的白色 這個背心這一半也賣很好耶 對 但是它筋帶不能調 我覺得好像有點太長 對 不然就是要很低 你可能要搭平口內衣 應該是因為你今天穿的是這個內衣 你如果穿平口內衣應該就還好 對啊如果穿平口應該就可 嗯 而且這背心有很多顏色喔 這材質是綿碼的 這邊它有開拉鍊 在哪裡 這邊 這邊它有開拉鍊 所以就是算是比較合 也沒有到合身 但是比較窄一點 這個胸圍會比較窄一點 可是我剛穿的時候也沒有把拉鍊拉開 喔真的假的 我直接穿下去 所以也是可以直接套下去的 對 好 嗯 剛才我穿那件連身褲 有發現我剛穿那個連身褲 我的上面第一個弧連結 還是要把它打開來 才脫得下來 才有辦法把肩膀這邊脫下來 對 所以可能就是 要自己想辦法綁一下 我現在穿的是涼鞋喔 就是非常平底的平底鞋 然後長度的話就是 我覺得是剛好落地 你看現在是剛好落地 開得到 我彎腰了 沒有沒有我我我我 我把鏡頭 前傾一下 好 就158穿平底鞋就ok囉 剛剛好落地 穿涼鞋 對 所以如果你要搭平底涼鞋的話 這一款應該是比較適合 就是這款會比較適合小個子的女孩 另外一款比較適合配球鞋或布鞋 對 好像會比較休閒一點 這件可能比較度假一點 上禮拜那兩款褲就會比較適合高個子的女孩 對 對 我是158公分喔 有人想看上衣拉出來的長度 上衣拉出來的長度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上衣拉出來 好像也可以欸 就是它其實沒有到那麼長 就是剛好在屁 我穿就是剛好在屁股的上面一點點 所以如果有些人想要拉出來 其實也可以 不是這樣半渣嗎 這褲子有口袋喔 我覺得哪件比較顯瘦 恩 我覺得 顯瘦 顯腿長的話 我覺得上禮拜那件真的是還蠻顯腿長的 因為可能是它的布料比較挺一點 然後以舒適度來講的話 就是這款比較舒適度 舒適度比較好 看身高吧 因為像我可能就只能買這件 因為我才158公分 褲子是free size嗎 褲子是有分尺寸的 我現在是穿S號 上衣的尺寸是S號 看一下 上衣尺寸是S號 這個怎麼一直 調 好 我看一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全脫連身的內件嗎 全脫嗎 恩 如果以上廁所來講的話 是要全脫沒錯 因為它是連身褲 這個材質是可以修改長度的嗎 我看一下 常修改 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它就是把它反折一折 欸這個一直來掉 對阿 那個要怎麼跳 是看你們剛才是有動到是不是 不知道 上衣的背面 欸我剛剛好像沒有轉 它就是做素的平口 平口的感覺 就素面 然後它這邊其實是有做雙層 雙層的設計 還蠻 還蠻 就是簡單又特別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喔 S號是穿幾腰 褲子 呃等一下我先一個一回 S號是穿幾腰 我是幾腰啊 我平常 這個平常有鬆緊帶的話 其實29 它是做29腰 你30 32應該都可以穿 褲子有別的顏色阿 有 有一個 有一個杏色然後 黑色跟一個 磚橘色 嗯 對 那我記得它有四個顏色喔 對 白色和杏色差很多 好看 白色和杏色差很多 嗯 什麼意思 上衣嗎 杏色我可能要去找找看在哪裡 好 今天的唇膏 嗯 他牌 他牌 很多人想問今天唇膏 他牌 不過我們還有額蠻米在後面 我知道今天剛好特別是差其他牌 然後可是前幾天真的都是差那個 209 怎麼會這麼剛好 因為我 右肩 209放在辦公室 上禮拜背心 上禮拜背心 這禮拜真的是超多背心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背心空的話 你就是可以 這個是可以 一定可以選到你想要 有細肩帶啊 或是 不同材質的背心 他剛剛講的杏色是不是 狂花穿的那一件啊 對 對不對 沒有那個 上衣啦 杏色在哪裏 杏色在哪裏 杏色是這個 配卡杏色的嗎 杏色不知道在哪裏 喔 露空背心要穿怎樣的內衣 大U背 我現在就穿大U背 我等一下來穿穿看 我等一下會穿看看 那個背心 不然真的就是 你這個大衣好像不夠低耶 是喔 那我可能就貼胸貼吧 還有new bra new bra 對 好 OK 那我去換 阿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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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來了 又請到了一個 先找一下 穿寬褲最好看的嘉賓 褲長為他量身打造的嘉賓 這意思是粉 長腿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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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好像穿墨綠色 對 登登登登 我們要常戴帽子 好尷尬喔 我們要再後退一點 看一下 欸 這樣子我跟他的長度 剛剛好耶 就是我們是完全不同身高的世界 但你們都穿平地的 對 我們的褲長落地是剛剛好的 剛剛好的 你們 你們本人差了幾公分 我165 我158 差了7公分 但是阿乾穿的比較高 對 所以 兩個人穿起來都是剛好 到那個腳底板 對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衡量一下自己的身高 跟 158跟 165 165 我覺得兩個都是顯長的 而且材質方面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不用再多介紹了 就是 看得出來它這個就是 比較綿麻 比較挺一點的面料 比較休閒一點 但是 這款的話它是比較舒適 舒適一點 亮爽的 你們轉動的時候這一款會隨風飄揚 這個會比較轉 這個就不動如山 這是它的特色 很挺 很挺 對 就看大家喜歡哪一個 製作人有什麼話要說話嗎 沒有什麼話 就是買就對了 阿乾幾公斤 阿乾穿S號喔 真的很多人想問你解釋 幾公斤 秘密密 秘密 阿乾大概四十幾 最近阿乾很紅 一直被私訊問一些個人的 請不要問我的身高體重拜託 好 他165 40幾 電話 聯絡方式 身形偏瘦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真的滿瘦 175會短嗎 S號可能是會有一點短 175 175可能就是 Model是9個分吧 Model 以前Model差不多 應該是在腳骨頭的旁邊 腳骨頭是什麼 腳骨頭這樣 腳踝 腳踝 腳踝骨頭 腳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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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骨頭 阿乾款會出小織女系列嗎 阿乾就不是負責 小織女系列 應該不是小織女 小織女系列就是要 小織女已經很多了 小織女就是要找小織女負責 沒有他可能做不出來 對啊 遇到人生瓶頸 阿乾推薦買哪一件 他當然是推薦買這一件 阿乾穿這件會太短嗎 可能有一點 我們還沒穿過 應該是比這件短喔 因為這件比較短 他們的褲長就大概差了五公分 應該也是可以的啊 因為我剛好穿是落地耶 不管哪小人 那你要在這邊答應大家 你等一下會拍這禮拜寬褲的穿大照嗎 誰 阿乾啊 為什麼 這樣當然可以比較啊 因為你有PO這個的 也是可以啦 好 那 還有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明顯看得出兩款的不同 對啊 站在一起 很明顯吧 這完全是不一樣吧 就是一個比較硬挺 然後一個是比較 就是飄逸的 就是看個人是喜歡哪一個 但我覺得兩款都很現場 既睡庫以外最舒服的款式 對 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對 因為像黏麻的話 本來它就會稍微有容易皺一點點 對啊 然後像這種學坊的話 它就是比較舒服的 就你一直起立蹲下 然後一直坐下 再站起來都不會有皺摺 然後像有的女生家裡 可能沒有掛燙機的 我 對 就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就要擺這種 欸這個真的不會皺欸 比較好整盪的 阿乾 修口罩 對 嗨 沒有有點尷尬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欸 就是 標譯的 Ruby 1550 它有穿這件 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落地 如果是你穿的話 你要修改嗎 我沒有改 你不用改 我沒有改 就剛好直接落地 它搭配球鞋的話 後底鞋 對對對 搭配球鞋的話 你這是不是越穿越驚艷 覺得很舒服 覺得蠻舒服的啊 我覺得 我會想要買兩色 一黑一一 好像是可以去皺背肌穿 對對對 就是 蠻舒服的 好呦 謝謝兩位 謝謝我們的 阿乾 掰掰 修口阿乾走囉 然後他們介紹完這禮拜的寬褲 跟上禮拜寬褲的比較之後呢 我要繼續穿這禮拜的背心 剛剛 Peggy穿了一個方領的嘛 然後我現在穿的這個是細肩帶的 它是這樣 細肩帶的 然後我覺得剛剛方領棉麻的那個 比較 休閒一點 然後我現在穿著這個 稍微比較女生一點 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顏色 我全部都拿過來了 我身上的是淡綠 我最喜歡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我很喜歡綠色 有人發現我很喜歡綠色嗎 墨綠 而且還是要墨綠色 墨綠 均綠 淺綠 呃 果綠 我都很喜歡 然後這個是黑色的就是 不用說百搭 然後這個紫色 紫色很鮮 我覺得很適合配 然後 我想說什麼很鮮啊 很鮮 仙女的仙 然後我昨天限時動態有穿這個 黃色的 然後這個是小雜誌裡面 Peggy有穿紅色 然後它不是一般的紅 它是有點深紅 不是正紅色 它是磚紅色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很顯白 然後這個是淺 灰藍色 然後它這邊 細肩帶是用滾邊的 就是這樣 滾圓圓的 圓滾狀的 喔好可愛喔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 也是圓滾狀的這個 知道什麼 蝴蝶結 然後它這邊 雪坊有一路連到背面 我覺得就是 很仙女的一件衣服 而且它的材質跟剛剛那個寬褲一樣 超級 舒服 我必須 你必須要摸摸看 我摸摸 我想可瑜做的款 他都很喜歡 找 就找出讓人家很 驚豔很舒服的 是不是很舒服 對 這跟那個褲子的材質 是不是很像啊 都是雪坊 但不是同一塊布 可是這個也是屬於 你穿上去之後 你會覺得 天啊什麼這麼舒服 而且這是會 穿到讓你會覺得很涼的那一種 對對對 可是它裡面有一層 內裡 可是還是不會熱 它是很涼的那一種 大家看它的荷葉是有連到後面的 然後這邊也有做很可愛的荷葉扁 然後這件穿上去我覺得就是很少女 然後又出了很多顏色 對 要不是我手臂粗 我也很想要單穿 而且我非常值推薦 就是小胸女孩買這一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荷葉很 就是 會有蒸到分量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胸部比較有肉嘛 可是我穿這件的時候我自己覺得 也沒有 不是我自己覺得蠻剛好 就是胸尾 沒有 快要沒有控制就是很剛好 可是 外表看起來不會 對 不會看起來很緊 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我知道 我穿起來是有點和的感覺 可是 看不出來 就是看肉也是看不出來 它雖然就是大胸女也可以穿 只是說 它穿起來也不會像如果有些 有的會這樣爆開 對有些會爆開 可是這種其實也不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什麼身型的 任何身型都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樣是比較肉一點 你就加一個 就是 造衫 或者是牛仔外套 我昨天是配牛仔外套 欸我整個直接落敗 我落敗了我 Ruby說 大家都選 大家都選上禮拜 大家都選上禮拜的那個寬褲 我輸了 剛剛看完Peggy的示範 大家有沒有改變相反 落敗 可以再投一次 可能沒有吧 可能沒有 你換了這個背型 對 這不夠低啊 阿不然你要我怎樣 所以我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對 因為我覺得露出來是不會到很醜 可能你要穿白色的 是啊我還想說黑色 因為我白色我怕淡黃欸 因為白色是淡黃的裸梯 露出來更醜 妳很親民欸 我先介紹這個外套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外套其實很適合莉莉 欸我跟妳講有寫妳的名字 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 比較 浪漫一點 對 然後如果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大家比較休閒 好像就有一點mix的感覺 對對對 就也不會很不違和 但我覺得戴愛寫 其實也覺得蠻可愛的 雖然它沒有什麼防曬的效果 因為它這邊都是透膚的蕾絲 但是我覺得如果 呃女生出去外面拍照啊 是還蠻加分的 但是如果 呃像我 因為我也是露手臂的 但如果我想穿背心的話 我可以 我也會搭這種透膚的 但是你知道 看得到皮膚 但不會看到很明顯 對對對 我也要整換肉 對對對對對 就是還蠻 感覺有遮瑕的感覺 好像對阿 好像不錯 而且拍那種 去外面拍那種網美照 對 像露一點好像覺得 好有吃雞喔 加分單品 必買 蛤 然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這邊的袖口啊 貼心喔 它這邊袖口是 唉唷 太曝光了 是蕾絲的 蕾絲的花邊 所以它沒有彈性 喔它是有一個蕾絲的 你們穿脫的話要小心 它是另外拼接蕾絲 我覺得很有質感 然後這整塊的外套啊 都是 直接都是用整塊透膚蕾絲去做 然後給大家看看 它這個花邊的紋路 我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如果去婚禮 呃當 驗客的話 那個賓客的話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當成小外套 造衫 外套會刺嗎 我覺得 不會不會 是很舒服的 我剛才還偷摸了一下 是舒服的 如果我會刺我會跟大家講 可是不會刺 這不會刺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會一直不自覺想要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還是你部戲太深 這樣 大家有看嗎 憋惜 可是我進度很慢 好了 你一提了 好 這邊 開筋 它都是跟袖口一樣 都是拼蕾絲 它沒有扣子喔 所以沒有辦法扣起來 它就是做開筋的效果 CINDY有看 應該每個人都有看 它的材質是有一點 很舒服的紗 它是紗 對 紗 然後上面有蕾絲 很像刺繡的感覺 但它是很舒服的那種 它不是會刺的 它不會刺 然後沒有彈性 它就是硬挺 它就是一個造衫 對 而且長度我覺得也剛剛好 對 就是不會特別長 但也不會特別短 但就是你知道 搭或什麼其實都可以 所以越穿好像覺得 可以買 對 好像可以買 但這件現在是預購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要 對 這件是預購 原本就預購 應該是 原本就預購 做工比較 細膩 比較有質感 需要預購 好 我現在穿那個 有人在看乳液傳了 現在我們辦公室都一直叫尿尿尿尿 對 我們現在就是 只有 主子 還有吉祥了 吉祥我就不說是誰了 哈哈 猫猫的也有 佩妮現在身上穿的是那個 美背的那個大U背 大U的背心 大家都超想看要怎麼搭內衣 對搭內衣 我今天就穿我們那個 低胸 叫什麼 BRA T 但是我覺得 好我找後面看 就是會露 你是穿U型的對不對 U型的 對 佩妮穿的是U型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點 但 看個人可不可以接受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 不會說特別 因為內衣的話 它可能會再往上一點點 但我覺得如果你穿大U背的話 我覺得 對對對 而且內衣會有扣環 所以我覺得建議大家可以搭一個大U的 一個 BRA T 對 而且 因為我剛剛穿的時候 我從側邊看其實它是 有一點點 它這邊會有一點點鬆 所以如果你們只貼 New Brow的話 露出來應該 就是怕大家曝光 看個人 就是怕曝光 對怕曝光 對 然後 這樣子應該還可以嗎 對它是會真的會有一個層次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 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這個玫瑰粉真的好好看 超好看 很漂亮 那時候小儀在穿這件上衣的時候 我覺得它這個玫瑰粉超好看 它有黑色寶 我記得嗎 有黑色 有黑色 白色也有 好 然後 你要先露嗎 因為我還有裙子喔 好 阿甘插播一下 阿甘插播一下 讓阿甘插播一下 阿甘現在穿 露過一下 現在穿的是 剛才我的那件 舒適寬褲 嗯 好像妳可以耶 就是長度大概 跟剛剛比短了一些 嗯 因為我剛剛那個是 切齊我的腳旁邊 嗯 就快落地快不落地 可是這款就是完全就是 長褲 欸這個很舒服欸 對不對 對啊 就是我也很想 穿上會穿 我還早上就是 太舒服了 還是妳要躺著當睡褲啊 對啊 太舒服了 當睡褲好像有點太奢侈 對啊 穿上就會脫不下來的感覺 我能夠理解 小楊說 她想要把這個當做睡褲的原因 因為太舒服了 可是因為她有她的質感在 所以也不會說像真的睡褲那種感覺 嗯 對啊 還是算是挺的 因為睡褲實在是太睡褲了 不可能穿著去買早餐 但是這件可以 妳也可以去開外送的門 而且說這個會很想要盤 然後腿還在睡 然後彈起來 我這樣是第一次穿這件 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像在家裡 就我下半身好像在家裡 這真的很舒服 然後 穿起來的感覺 跟剛剛比 嗯 如果想要長度長一點的話 可以選剛剛那一件 然後像我差不多165 你不想要 就是有點快落地的話 你也可以選這件 因為它就是全長的 嗯 就是 就是 她剛剛穿這件感覺 比較 就是比較算是9分吧 就它就是大概在我 看你們 看你們比較喜歡落地褲還是9分的感覺 我覺得妳剛剛穿那件不 這一件很休閒的感覺 剛剛那件沒有 對 因為剛剛那個材質質比較硬挺一點 對 不一樣 所以就是看大家喜歡哪一種 沒錯 然後我剛剛也是穿高藥 所以我這件也是拉比較高藥 嗯 就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嗯 好貼心喔 好 謝謝阿神 謝謝阿神 好像是講解 然後我剛介紹到一半 牛仔裙我接著介紹 也是最終的新品 然後我覺得這件 蠻可愛的 就是 它就是自己 自己DIY的腰圍 就是你可以 因為它這個 自己綁的啦 我開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這個 它沒有做排扣 然後它是只有扣子 按扣欸 它是只有勾扣 哦 然後這整 就是 就是這邊是開的 整件都是勾扣 這邊側邊是開著的 然後這有勾扣 然後 所以你就可以 因為如果沒有綁帶的話 其實是很鬆的 哦 但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看到牙蛙穿很近 然後把它綁起來 會有一個花苞的感覺 對 它就是故意要做這個 對 這麼鬆是因為你可以穿高一點 超可愛的 綁緊一點 就會有這個 哦 這個效果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綁緊一點 然後我穿 我現在穿得很高腰 因為我覺得好像比例看起來比較好 然後 所以這邊就不會有腰圍的問題了 就是如果你太瘦 也是可以穿 然後高腰的話看起來就是 就是腳很長 然後就是搭著背心 perfect 好 它還有兩色 它還有一個深藍色 然後如果 嗯 看你衣櫃比較多 哪一種顏色 我是覺得 呃 深夏的話先買淺色系 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衣服應該 上半身都是比較偏淺色 對 那深藍色的話我覺得 你可以留著秋冬的時候 再搭 嗯 好 要換下一套 好 我去換下一套 綁帶是固定的吧 看一下 有嗎 你還有特別要穿的 沒有綁帶是可以拆的 綁帶是可以拆的 但好像也可以 你們也可以換成自己的皮帶 我覺得也可以 對對對黑色的那種皮帶 對 你看要幾套要穿 嗯 怎麼了你要我幾套 沒有我穿完了 你穿完了 Peggy我等一下會穿第一套吧 可是我才穿兩套欸 欸為什麼你才穿兩套 剛剛在等阿剛 穿三套三套 好 那我再穿一套 好 沒有我等一下想一下我還要穿什麼 那我穿一套連登區 好 嗯 那個條文給你穿 好 沒有不是阿 我要穿格紋的連登區 噢 噔噔 裡面的BRA T 不知道還有沒有欸 可能 沒有了 賣完了 怎麼辦 那你還推薦給大家 你沒有推薦啊 他原本的品名是 美背什麼的 Peggy會曝光明天的新品嗎 會喔 那個馬甲 那個花花的BRA T 噢穿花花的BRA T 露出來好像也可以欸 就是有露類似的 就是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 對對對 小楊會來嗎 不會有 他今天 有一個秘密任務 好我要來介紹我身上這一件 這一件是這裡拜的 你有發現嗎 嗯 沒有欸 說真的好像真的沒有發現 你好誠實喔 他是 條紋 可是他是很細的條紋 所以遠看其實看不太出來 他是條紋 然後他是有一種微透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看到我裡面的那個 我穿那個花的那件的BRA T 而且他的材質 我剛才摸了 我覺得他是 他的材質是很特別的那種 但是 又是舒服的 很軟的那一種 他其實很薄 就是很像沒有穿 就是他是不會 完全不會讓你感受到 比較熱的那種材質 然後他這邊 袖子有做膨膨的 會幫你把手臂遮起來 然後下面這個是 沒有扣子的 就是這樣子 有一條 有一道這個 在這裡 但是他不會束得太緊 就是 蠻剛好的 然後這個扣子 他這邊是這樣子 是扣環是這樣子的 我們好像比較少出這種的 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有一個扣環 然後扣子在這邊 然後他最重點 重點是他很便宜 他再來390 然後我配的褲子也是剛剛那個 PS高藥系列的深色版 剛剛穿的是淺色 我156公分喔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個顏色是粉紫 有點像粉紅 我覺得這件也蠻適合上半穿的 就是有點小正式 可是又不會太正式 他的條紋就是這麼細 然後圍頭 這種扣子很好穿脫 但其實我剛穿上去的時候 是沒有 沒有解開任何一個扣子的 然後如果我不扎進去的話 長度是大概到這邊 就是正常T恤的版型 耳針轉換還沒介紹 今天耳針轉換要送幾個 兩個 今天分享 一定要按分享喔 公開分享這個直播加留言 會抽兩個人送耳針轉換器 只要你有這個轉換器之後 以後所有的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女動的女 女動 沒有耳動的女生 你只要有那個轉換器 然後你把針插進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夾式的了 就是只要你是沒有耳動的人 真的需要一個 你以後看到漂亮的款式 可是是針式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買 這件上衣是不是不能單穿 你是說裡面 要穿背心嗎 我沒有穿背心喔 我就是穿BRA T阿 就會是看起來是平的 但還好沒有到很痛 就是你直接穿我們這種BRA T就可以了 嗯 我沒有變瘦 怎麼變瘦 就這樣 等一下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你空堂的時間 我再介紹一下 空堂 上課時間到 我現在穿我最後一套 等一下 我下一套就穿黎黎 然後 嗯 上衣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版型 還蠻好看的 就是 其實在韓國還蠻夯的 這種版型 然後我 嗯 我的話會想說 把它穿成比較 落肩的感覺 像這樣 就是比較 而且這樣好像可以遮一點的那個 手臂耶 對啊 就是可以遮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是要正常穿內衣的話 其實可以 就是變成像這樣 就可以正常穿 欸我脫帽都入籃 就是可以 這樣子就可以正常穿 內衣肩膀 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較特別一點 就可以像這樣 然後這感覺會有點像 比較像公主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公主就是都有一個這種 蓬蓬秀 灰姑娘的感覺 你下面要配那個紗巡 對 對 這樣感覺比較 就是 Lady 對比較Lady 然後前面的釦子是假的 它這邊是假的 就是一個造型而已 就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背面的話 我看不到 背面好像就是一個素的 就是素面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欸這件好舒服喔 對因為它是MIT的面料 很舒服欸 就是台灣製造的面料 紫色真的很適合我嘛 對 但是我現在最近有一點改風格 我最近好像走比較 它比較一個 呃綠色或是杏色 我最近很喜歡這些顏色 我最近很喜歡這些顏色 呵呵 好 然後裙子 登登登 點點裙 最近韓國超流行這種裙 這種 康康裙 康康短裙嗎 就是 上面有花紋 然後又有 就是兩層的荷葉 這樣 兩層看起來就是很 對 就很俏麗的感覺 很俏麗 而且我覺得還蠻適合推薦給 就是 就是 如果你 太瘦的話 會增加一點點分量 對 就是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 就不會過瘦 對 然後 而且它這個白色點點跟黑色點點 我覺得其實都很可愛 都很可愛 因為點點這種東西 如果你素色上衣很多的話 其實就可以搭 對 一路可以搭到底 一路可以搭到底 然後它 嗯 這邊是做雙層的 白色不太會透 因為它裡面有內 它內裡還蠻厚的 而且還蠻舒服的內 是滑滑的那種 蛋糕長裙嗎 大家會穿長裙嗎 短裙比較少是不是 好 然後 呃 還有什麼介紹 腰圍它沒有鬆緊大 它就是這邊側開拉鍊 對 因為它的裙子啊 我覺得它裙子 是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你上半身 可能要穿比較和聲一點 就是像這樣子 或是不能再穿比較 不能寬加寬 不能穿太寬鬆 對對對 不能上寬下寬 你可以上載下寬 對你可以上載下寬 因為它裙子本來 是做的比較分量 對對對 比較俏麗一點 所以你在上半身可能 就要做 穿和聲一點點 或是不要穿公主袖 什麼的 沒錯 就是穿一般的字梯啊 然後背鞋背包 然後配球鞋我覺得就 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算是還蠻 蠻顯眼的 就是它蠻 太豐富了 對 所以就是盡量簡單一點點 搭配這樣子 好 CINDY說 因為腿不細 所以需要長裙遮住 好 這上衣不錯啊 它有很多顏色啊 而且重點上衣是MIT的 超舒服 對它是台灣製造的MIT 是那種綿的感覺 很舒服 嗯 好 嗯 我看一下大家有什麼 我的身高是158 腰圍的話 忘記說 腰圍我穿是剛剛好 就是 就是剛剛好 如果你再加厚一點的衣服 可能就是 會很緊 但是我現在穿是舒服的 舒服的感覺 這件的肩帶比較正常 你是說 你是說可以 可以正常穿肩帶吧 好 嗯 等一下 你們想要看那個 背心套裝是不是 但我想說 我那件 穿了很多次了 我想 穿其他給大家看 大家應該會想要看那個 褲子吧 應該是那個 寶石 寶石等一下會穿 嗯 好 大家都知道有什麼Lily的款式 因為我都已經 我有PO了一輪 他已經PO了一輪 一打 好 那可遇好了嗎 欸 你要穿什麼 我不知道 我現在自己拿走過來 我現在可以穿去寫 好 這是剛剛一開始有人說想要看的洋裝 我看一下大家對Lily 想要看什麼 想看IG沒PO的 欸這次Lily我覺得 我很喜歡欸 整體我很喜歡 蛋糕長巡之前不是有出過一個嗎 就你的那個 不是 沙的那個 那不是我的啊 我說那個欸 他說點點的蛋糕長巡 所以一開始啊 有白跟黑很常被搭到 不規則型的 喔 好像有吧 那個已經出 已經有了欸 有啊 可以那個 是CINDY嗎 你可以搜尋點點 看看 有一件也是學坊點點的長巡 看一下 好 好先看一下這個洋裝 這個洋裝 我覺得很Lady欸 就是你穿上去之後 你會變得很Lady 它這個袖長 這邊有做一點點的公主袖 然後袖長到 算是蠻長的 袖長到 這叫什麼 手 手 手肘 手肘的 手肘的 然後它這個V領啊 然後我剛發現它這個格紋的顏色 跟Peggy一開始穿的那個 連身褲蠻像的 其實這個格子更細一點 這也是有點暗粉的顏色 對對對 小細格 對 這個比Peggy一開始穿的那個 吊帶褲再更細一點點 對 這個是粉色的 然後它這邊有口袋 然後這裡是V領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它這個綁帶 你可以綁前面或綁後面 我自己是覺得綁前面會比較有腰身 比較收身 看起來比較瘦 但你也可以就是綁後面 但你綁後面的話前面就是這樣 就會有一點素啦 我自己是覺得綁前面比較好看 但如果你很瘦也是可以綁後面 這洋裝的紫色 我等一下拿 然後長度的話 然後我156穿起來是到膝蓋上方一點點 我覺得配一個跟鞋就可以去婚禮了 阿婚禮 有人私訊問我婚禮穿搭 這一件就可以耶 好像可以耶 對 我都忘記有這一件的存在 就是不會過成熟 也不會過搶氣 也不會過 就是Lady 就是可愛跟女人中間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這個 小抓 繡山處的小抓奏 我覺得很可愛 洋裝有復古風 有嗎 你這麼快 好了 你介紹好了嗎 好我去拿紫色 紫色 欸可是紫色 我已經穿白色了好了 好可愛喔 但是白色有一點 在鏡頭前面有點不太顯色 白色會比較透喔 因為 因為這個材質還是比較屬於很像 它是綿麻吧 它是綿麻的 對 它是比較有挺度的綿麻 所以 我覺得你們裡面可以穿白色的小可愛阿 或背景我覺得是也可以 因為我現在搭得比較休閒 因為我不喜歡 想說不想穿得太 Lady Lady 對 但是官網明天會穿得 比較Lady 其實兩種風格都一樣 然後裙子 就是它也是明天Lady的喔 我覺得這件裙子很顯瘦欸 很顯瘦 因為那時候在拍照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大家妳穿這件超瘦的 對 它穿這件很瘦 而且它好像有黑色 對我覺得很顯瘦 這個藍色我是覺得很少見的藍色 而且它的材質是 就是有一點 融融的感覺 是Rubia Moon 它是有一點 就有一點 表面 欸真的欸 對對對 就是很有質感的裙子 然後它也是一樣 是做配色 它是做白色 光色線 對它是有做藍色配白色的線 然後 寶石的話 因為紫色的第一顆其實掉了 不然我有沒有想說 就給大家看 它寶石扣每一個寶石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這好可愛 我也想要穿 妳好像可以穿 那這好可愛 妳有沒有買一件啊 然後領子是做花邊領 而且明天寶石扣了上衣 一件不到 是 是 真假 已經不到 是可以先講喔 有沒有 也不能先講過 因為我剛才去看了一下 因為原本定價蠻高的 對阿 真假 就是大家好像 可以買紫色 可以買紫色 就是白色比較好搭 好驚人喔 對 欸如果到時候變了的話 不要怪我 又不要害我 好啦反正就這樣 不錯 喜歡 怎麼樣 不用 sorta 那就好 那 寶石扣很美 超美大 而且我們好像都沒有出過寶石扣的東西吧 沒有 有啦 有喔 除了那個李懿的褲子以外 我是說平常上衣 裙子沒有白色喔 它只有藍色跟黑色 黑色我覺得蠻推薦大家買 因為真的很顯瘦 黑色是可以白色的線 對 黑色真的蠻顯瘦 腰圍的話我穿是 其實是有一點點瘦 就是但是如果你 穿厚一點的話 其實應該就可以 這是大概是 這應該有分尺寸吧 有啊 這是S號 我覺得是還可以再近一點 應該說可以再高腰 嗯 是可以再高腰一點 你一定會比較 欸但是它裡面 我看一下 它裡面好像是褲子欸 是之前IG發的大寶石那一件嗎 呃 不是 它裡面是褲子喔 喔它裡面是褲子 對我突然想起來 我現在 你沒有發現 我沒有發現 欸這個呢 這個很地盤 欸這個很地盤欸 我們完 我們完全沒發現 我們要差點才發現 那你就算了 它穿進去為什麼沒發現 大寶石 我把它改成小寶石欸 因為我覺得 我是想說 讓每個人都敢穿 因為大寶石有點不穿 因為大寶石其實 大寶石很 它原本那一件大寶石很大欸 對啊 這顆最漂亮 第二顆藍色 我也是最喜歡這顆藍色 但有點曝光 每一顆都不一樣 然後 衣服的話都會附一顆寶石扣 看你抽到哪一件 就是哪一件 隨機 隨機 就是我們會附一個案 就是 備用扣 但是後來廠商跟我說 他沒有辦法每一顆都附 所以 怎麼可能每一顆都附 大家只能各憑命運 看你抽到哪一顆 欸這樣好像也蠻不錯的 很有趣欸 那大家再分享給我 你們是抽到哪一顆寶石 所以就是掉了一顆扣子之後 你補上會變得不一樣 就是每一個人對不對 每一件衣服都變得不一樣 每一件都是不一樣的寶石扣 我記得啊 那是廠商跟我這樣講 那這顆好大喔 對啊 越浮誇我把它放 最下面 可是這樣子 塞衣服的時候不會卡住 就也會 就不會啊 其實還好啦 就剛好這樣凹進去就還好啦 這顆是賺借等級欸 我喜歡那一顆 你最喜歡那顆 好 我去換下一套 我沒有衣服要換囉 我繼續介紹 欸你可以介紹那個啊 轉換器 那我剛剛想到我一件事情 忘記跟大家說 就是它這個扣子是這樣 蘑菇扣 是半圓形的 然後也是用隔紋的布把它包起來的 很可愛 這邊有三顆 登登登 登登登 好 介紹耳夾轉換器 耳夾轉換器呢 你買了的話 它就會是 還會有外盒啦 沒有外盒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打開之後 裡面會有一金一銀 欸不能打開喔 不能打開 好 Ruby說不能打開 那我要怎麼給大家看啊 那你要再裝好了 等一下 它有兩副 它會有這樣 總共四個 兩副 就是銀色的這樣子 一副 然後金色的 一副 這樣子 就是看你可以搭你想要轉換的 那個耳環是什麼顏色去搭 然後呢 就是它就是長這樣 所以你就是把 欸我現在這個好像可以示範 它會有一個洞 在這邊 這裡 然後你就把你的耳環 你就把你針是耳環的針 這樣子 插進這個洞裡面 這樣 把它插進去 然後它就變成夾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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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的差異 這邊是針式的 然後這邊是我用耳夾轉換器 它會稍微多了一個這個 就是看你們介不介意 我覺得這個款式會有一點那個 可是一般的應該是還好 這樣 這樣就轉換好囉 所以你只要有這個東西在手上 所有的針式耳環你都可以戴了 開手 沒有耳洞很需要非常 因為我以為沒有耳洞的女孩 其實很難找到 很難找耳環吧 而且這個發明 這發明真的是很不錯耶 而且兩副 一金一銀然後才290 290還是390 現在290 太便宜了吧 再拿下來再給大家看一次 神奇的發明 就是這樣 這樣 夾式的可以夾在耳朵上方嗎 你說哪里 耳骨 然後跟你講的一樣嗎 就是這樣 把這個這樣 穿進去 然後就戴 其實應該可以吧 有些像一顆的那種珍珠的 好像 其實也可以用夾在耳骨 耳骨上 可是如果是想要戴那種 就是這樣一圈的 可能可以直接買 那不是反正就是有夾的嗎 你說夾在這嗎 對啊 背景是音樂是IU的歌 沒錯 今天是IU特輯 好像沒辦法欸 沒辦法 不好意思 你說沒有辦法夾 它不夠緊 如果夾在這邊 這邊不夠 這邊滑滑的 你說那個耳夾喔 我以為它是說 其他款式的 就是這樣會太奇怪 你在插東西 不行 我覺得不行 這只能用在耳垂 因為它太硬 挺出來 好 好 我現在穿 就是這件 很多人 喜歡的這套 超 這套 超寒 超美 不知道我穿這件褲子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IG也沒有曝光 你這套IG有曝光嗎 沒有 只有上半身比較多 然後 但是今晚會有小雜誌 然後褲子的話 我其實都是 沒有修組的 就是 依照Ruby的角度去拍 沒錯 我跟你說這小雜誌一定要看 超美 小雜誌我大概拍了十幾套 超美 而且這襯衫真的是 超美 很多人很喜歡 這襯衫我想說的是就是 它其實不是算寬鬆的版型 然後也不會算太正式 因為我是想 我是有做落肩 所以看起來就是有一點比較俐落 不會到很寬鬆 因為我不喜歡這樣寬鬆 就是比較俐落一點點 但是又有一點休閒的落肩 微微 也比較微寬鬆 我大概在說說 就是比較俐落一點的感覺 然後 口袋的話它這邊是有做橫條紋 跟袖口是一樣的 那袖子的話是故意下面是做比較 比較寬的 比較寬一點點 但是扣起來其實是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像另外一隻手反折 我覺得其實也蠻好看的 對 其實就是反折 你不要扣的話你就是反折 這樣反折起來 就是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或是你可以扣單扣 等一下喔 如果你想要折上去的話 你可以扣一顆扣子 如果跟我一樣手腕比較有細的話 就是不想要 用一般的方法用捲 我們就可以扣一個扣子 然後把它反折 再往上拉 就會看起來比較隨性一點 然後襯上我是開兩顆扣子 把它往後拉 看起來就會比較休閒一點 所以這款 如果你們可以當小外套穿 或是當你們上班的時候去穿 其實都可以 上班的話我覺得現在這套就蠻適合的 再配個眼鏡 對 就是如果你們真的有戴眼鏡的話 就很聰明 對 褲子 褲子它有三個顏色 然後像它就是有黑色 然後黑色是 就是如果你是上班族我覺得是必買 因為就是 它是一款我覺得 雪紡比較直筒 有一點寬褲的剪裁 是敢穿的 就是它算是 它這邊其實是比較合一點點 大家看得出來 這邊兩邊其實是比較合一點點 然後它下面其實就是做寬褲一點 它就是直筒直直的這樣下來 然後這邊比較合一點點 所以內褲的話我建議大家就是 穿無痕的會比較好 因為我今天穿好像有點太花俏 你說內褲嗎 對 然後大家有發現在小細野就是它這邊是做花瓣 也是做花瓣 就是讓你在紮衣服露出來的話 其實是 就是有一點小巧實戰 如果你上半身穿短板合身的衣服 那花瓣就會很明顯 然後短板的 短板的上衣 你也可以搭40T 有人說這樣老闆會說不遠 為什麼 為什麼 包得很緊啊 對啊 全身都沒有漏啊 而且現在我覺得可以搭項鏈 而且現在 就是現在韓國好像很多有型項鏈 就是如果你這樣開這樣 是跟金蜜書一樣 是跟金蜜書一樣 就是有那個項鏈 那這金蜜書穿搭 就是 那再把麻尾看 你把頭髮拆開就變麻尾 不行啊 我現在頭髮太亂了 會變見道士 臀部比較大的需要拿M size嗎 要 可能要看那個尺寸表 我覺得可能要 因為我現在是穿S 就是合的 但是不會到貼身 就是它這邊是 就是合的 就是有臀型的 就是比較Lady一點的臀型 然後 褲長的話 是 我現在是穿 因為有點跟的 大概是到 腳踝下面一點吧 蓋過腳踝 蓋過腳踝 因為一般 寬褲的話 要馬上穿球鞋 也可以 就是比較休閒的話 你就是穿球鞋 或是穿 有一點跟的 跟的那個鞋子的話 大概是長度 因為我不喜歡 太長 所以我就 沒有說太長 嗯 好 褲子150 這件嗎 我沒穿過耶 等一下來穿穿看 你覺得會 可是 應該跟 剛剛可雲那件跟 啊 因為可雲那件是有鬆緊帶 所以往上 它可以往上穿 應該 你帶來我這邊看 你現在怎麼大示範 應該會 會落地吧 會落地 會幹嘛貼地 嗯 好 妳還有別的要穿嗎 艾瑞絲 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是 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 長度的 就是很 很緊張 可以像Peggy一樣配兩 有跟的兩鞋就可以 這個鞋子也是裡裡的 真的是很 還有 對 還有黑色 還有裸色 就是 真的是很好搭 我每天上班都穿這個 好像只有這雙鞋 好啦 那差不多了 今天這個直播 分享加留言送 兩個 抽兩個人送耳夾轉換組喔 尤其是你沒有耳洞的女孩們 有這個需求的 趕快分享唷 然後明天 欸今天幾點會有小雜誌 有話不在 我不知道 因為上次是說七點 但是其實是十點 我不知道 今天晚上 突襲 對啊 會有 會有Peggy 偶心力寫寫的小雜誌 然後明天早上十點 關網 會有Lily的新品 然後 寶石扣上衣 有 驚喜優惠價 對 好 跟大家說 goodbye goodbye bye bye